中醫藥 中醫藥是中華民族的保護 為人類健康作出重大的貢獻 中醫藥越來越受人的歡迎 但同時也面臨嚴準的挑戰 現時中藥財需求越來越大 除之而來的是中藥參加 重金屬 農藥殘留超標 以及藥效下降等質量問題 因而影響了中藥的臨床療效 甚至降低公眾對中醫藥的信任 中文大學中醫學院的研究團隊 長期致力醫中藥品質的研究工作 在2002年 我們開始參加第一期的 香港中藥財標準研究計劃 這個計劃的目標 是為一些香港常用的中藥財制定標準 以確保中藥財的安全和品質 保障公眾的健康 及促進中醫藥的發展 香港中藥財標準的內容包括 中藥財的名稱 來源 性臟鑑別 顯微鑑別 博層色譜鑑別 高校疫上色譜指紋圖譜鑑別 重金屬 農藥殘留 霉菌毒素等檢查項目 另外還有浸出物和含量的測定 性臟鑑別是通過眼觀 手摸 鼻紋 口償等方法 來辨別中藥真偽和優劣 這些方法是歷代醫藥工作者的經驗累積 具有簡單、異行、迅速、成本低等優點 東松下草是名貴中藥財 由於需求量大 價格亦非常高昂 因此藝品亦非常多 香榜蟲組是常見的藝品 在外觀上與東松下草非常相似 但食物後不僅沒有東松下草的作用 反而對身體有不良影響 我們亦可以在性臟鑑別分別兩者區分 東松下草的紫座由蟲體頭部延伸出來 而阿香榜蟲組的紫座由蟲體頭部的後端伸出 東松下草的背部氣門比較少 而且不明顯 阿香榜蟲組的背部 可以明顯地看到點狀的氣門 東松下草的蟲體有二十到三十個清晰的環狀紋 而阿香榜蟲組的環狀紋是模糊不清 東松下草有八對竹 竹部明顯尖銳 中央有一個凹痕 好像火山口一樣 而阿香榜蟲組的竹部不明顯 是呈一個鈍圓形的 除此之外 隨著3G打印的技術發展 外觀與東松下草一模一樣的假蟲組 可以整條地打印出來 這些假蟲組是必須綜合以上的所有特徵 才能夠分別出來的 顯微鑑別是利用顯微技術對中藥進行分析 以確定品種 例如我們可以用顯微鑑別 還有歐盟筋 五指茅頭無毒 但是它的外型與有毒性的勾吻藥材很相似 在這種情況下 我們可以用顯微鑑別的方法區別這兩種藥材 五指茅頭在顯微鏡下可以找到草酸鈣 而勾吻在顯微鏡下同時具有草酸鈣方金和草酸鈣 這樣如果在五指茅頭樣品中發現草酸鈣 在促進行分析中還有可能會有高溫毒性藥材 中藥材農藥超標是大家非常關心的問題 中藥材種類繁多 樣品機質複雜 對微量的農藥殘留檢測帶來很大的困難 我們需要運用多種的方法 除去藥材中的干擾成分 當檢測到疑似農藥殘留的時候 我們還需要用質普而確定農藥的種類 才可以得到可靠的檢測結果 中藥材大部分都是天然的產物 來源紛亂 化學成分複雜 品質受到很多不同因素所影響 所以我們必須綜合性臟鑑別 顯微鑑別 脈理 化學 和山脈各種的分析方法 除可以確保真材實料 和品質穩定的中藥材 應用於中藥臨床治療和研究當中 從而獲得優良的治療效果 及穩定可靠的研究成果 只有質量有保證的中藥材 中藥的發展 才會走得更好更遠 華明信 馬上 海報 大非常 好 乾 馬上 海報 雷材